黑色賓士車大喇喇的停在公園遊戲區正中間 如果民眾看見把車拍下痛批功德心呢 仔細看公園內的迷你道路 旁邊還有小朋友騎著小車車正在玩耍 要是不小心出意外誰來負責 地點在台中太平立德公園 上午剛好是附近國小的新生迎新會 因為學校沒有開放停車 外面人行道在施工也幾乎都是紅線 所以里長才臨時引導家長去停公園 後來有里民抗議才火速廣播請家長移車 建設局說汽機車在公園停車已經違反規定 可能要吃上最高6000元罰單 同樣是停車糾紛 百貨公司停車場內女子走到後座 誰知道她根本沒在管旁邊車輛 車門開到底 卡到白色特斯拉板金 人坐進去之後又向下摩擦 直接凿出一個凹陷 他們為了要好放東西在後車上 所以他們是有先往前開 再往後倒退 所以導致於後門離我的距離變得更近 楊先生把愛車停在台中大陸隔心 是在停車場回來發現車子出現傷痕 打開哨兵模式目睹全過程讓她無奈到不行 因為這一下把底氣掛壞 雖然只有兩公分但回原廠修到好 又價一萬八 有來過這個商場的民眾都知道停車格特別笑 大車根本停不進一般車格 而這次的苦主即便找了大格停車位 還是躲不過隔壁乘客的無情對待 最後只能報警向對方求償 記者 林彬李文傑 台中報導 字幕志愿者 李文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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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文傑